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中共拟定2020年武力攻台计划,被指放出这项讯息的美国智库2049计划研究员伊斯安·伊恩·Eston出面澄清他没有这样预测,且根据他的研究,中国其实尚未做好攻台准备,且在2020年前不具攻台能力,而中共不断地恐吓台湾,就是一种心理战术。 伊斯安在昨天出席在台湾举行的《2020台海安全论坛》中,座上述表示,他并指出,他当初是根据中华民国国防部报告书,解放军被要求在2020年前具备攻台的能力,且从解放军犯台的相关资料中研究,中共并没有一个时间表显示和时会犯台,不过,共军攻台准备是持续规划中, 不管是国民党或是民进党执政。 他认为,中共恐吓台湾是一种心理战术,依照解放军机密文件显示,中共相当敬畏台湾的军事能力,加上他们无法预测美国对台先防的策略,所以未有明确的作战计划。 他强调,对于美国来说,台湾还是美国重要的合作伙伴。 伊斯安在回应媒体询问时表示,卖掉台湾不符合美国利益,万一台海发生战争,美国100%会帮助台湾。 但关键是,美国会何时到台湾协防?如何协助台湾? 也因为解放军无法预测这些事情,所以没办法进一步筹谋作战计划。